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的理论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接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讲到呢 这话筒也是把温秀才的这个特殊癖好给公诸欲重了 于是大家伙呢都知道了他这个断秀之风 那咱说这西门庆呢 是冤枉着天邦黑的时候呢 返回家中 到这上房当中坐定 这月娘就问他啊 说这个云伙计家给你留到那了 啊这西门庆说是 他在家这一看我去嘛 这也摆大桌大面的 开始来招待我 好好地伺候着 打开一摊 他家里边留的这老酒呢 伺候我吃 说咋个事呢 原来啊 他上面的那个官圈已经升官了 啊又上去做大领导去了嘛 他呢现在就顶着掌印的这个官职 这赶名呢 就连着他带乔庆家 咱得准备这两份贺礼去 这众同僚呢 我们也跟他们都说好了 到时候呢咱一起去给他啊 这个挂个轴子是吧 耍不得呢 又得让这温秀才啊 给咱做两篇文章啊 是吧 买轴子让他去写 这月娘就说 哎呦 还什么温秀才鸟秀才的啊 管他那些呢 这平白的弄那么一个不知廉耻的货啊 你这传出去让人家知道丢不丢死个人 咱家这点 他微信咱家这点威望 这人都让他给丢光了 新闻青一听 吓了一跳 说这怎么了 他干什么了啊 这个至于这么说啊 什么情况 就问 说怎么了 这月娘说啊 这你啊 你别问我 你问你家小厮去 是吧 你问我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这觉着丢人丢脸 新闻青说 哪样小厮啊 潘金莲在边上心知口快的就说嘛 话筒呗 对吧 话筒可能是伺候 你去问他 是吧 我们早上啊 送这大镜子走的时候 这话筒小厮呢 就在这门口哭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 啊 这温蛮子怎么怎么弄他呀 怎么怎么地的 把这话呢 就跟新闻青学了一遍 那新闻青听了之后呢 咱说还有些不相信啊 说 不至于吧 怎么那么残暴 对吧 人家不同意 你就别强迫嘛 就说啊 说那这个赶紧 去把那小奴才给我叫来 啊 我得我得问问他 一面呢 就派戴安到前面 去把这话筒 叫到这上房来 命他跪下 啊 这新闻青吩咐下什么 说把这个攒纸啊 拿来 我攒一攒他 啊 有什么话还不说 光在这哭哭啼啼的 我这个打了你就老实 就问他 说你个贼奴才啊 你现在老老实实的跟我说 跟我讲 他都让你干什么了 都有什么事 你全给我汇报 汇报 我听听 这话筒跪到地上说嘛 说这个 大国人 您别砸我 您是我主的嘛 这文秀才是啥 是您派我让我去 伺候他的 他呢 总叫小的啊 要把这小的喝多了 灌醉了 之后呢 要喝小的干纳营生 是吧 以前呢 我这个喝多了嘛 就说酒喝多了 酒一是色眉人 二是麻醉剂 啊 我可能喝多了之后 不觉着太疼 但是今天呢 这大白天的嘛 我这没喝多少酒啊 所以说呢 太疼了 我受不了了 于是呢 我就躲了出来 我也不敢回去了 他那头还派着这平安 追过来打我 要好我回去 正好在门首嘛 这不就让娘啊 等等众人全都看见了吗 这事就这么发生了 他呢 这文秀才平时呢 还常问我 说家里边这爹娘啊 都办一些什么事啊 或者说家里有什么事 小的呢 也不敢跟他说啊 我也都不敢回他 就说不知道 昨天呢 这爹家中白酒 他又教唆小的呢 到爹家来偷一些东西 偷一些什么银器啊 各种各样的碗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拿到那去给他 有一天我还看着 他呢 去望着倪师傅去了 我们说啊 倪师傅是谁呢 夏龙西家的啊 这个管家 或者说夏龙西家的这个啊 秀才吧 找的也是这么一书生 他拿着西门爹的那个书稿 去给这倪秀才 倪师傅就去瞅了 这倪师傅呢 又转而把这东西 给这夏老爷看了 各位听到这 恍然大悟吧 西门青也是恍然大悟啊 夏龙西在哪知道的 宅管家给西门青的消息呢 正是通过这温秀才 把这些东西去传达过去的啊 所以说西门青听到这段 那是不听则已啊 一听之后 简直的气炸了啊 说真是画龙画虎 难画骨啊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把他当个人看啊 谁知道 这家伙是人皮包着狗骨 这么一货啊 我要他何用啊 于是呢 这边也是贺令这画铜起来 说那边啊 你就不用去了 你以后就在家里留着吧 以后继续有什么小打活的 你就在家干吧 咱说画铜这头呢 也是磕了头 千万谢的起身 到前面去忙活去了 西门青就跟月娘说啊 说这怪不得前日 这翟庆家批评我 说我处理这些机要啊 这些机密的事情 做得不缜密 我想来想去 也没谁呀 你说我也没跟谁说呀 怎么能这个话就传出去 就让他知道呢 这原来啊 是这个贼徒啊 这个狗祸把这个话 给我传了出去 你说我平白无辜 在家里我养他 我干什么 我是不是我闲的 月娘说是 我早就说你是闲的 咱家里又没有孩子 你平白无辜的 你说你养活这么一所谓的教书先生 你养他干什么玩意 天天还给他开想 就因为平白无辜的 你要写个什么李帖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让这么一人吃空想啊 你就觉得有面子 而且呢 你养在这儿 还在后边给你捣东捣西的 给你搞各种小事啊 是吧 在后边祸害你啊 西文庆听完之后 又是没咒念了吗 人家月娘说的对嘛 西文庆说 算了 你别说了 是吧 我知道 这事我办错了 改名呢 我就给他撵走 就是了 我也不搭理这个人啊 于是呢 就把这平安叫了过来 吩咐他说呢 说呀 这个 对过的 那是吧 你去 你去跟他说 就说老爹呢 我这边要房子 这房子呢 我有用 我要堆货 让这温师傅呢 愿意上哪住上哪住啊 赶紧 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等他要是真来咱家了 过来来找我 你呢 在门手 你给我看住了 就回答他说 说你西门爹不在家 这平安吧 也是硬坐而去 那明白了吗 知道咋的事了 以后这温秀才 就要被 啊 这个扫席出门了 就不用再留你在家了嘛 西门庆这边也跟月娘说 说今儿呢 这赖四 也是来向我辞行来 是吧 问准不准 那我说这个准嘛 那有啥不准的 初六日呢 他就起身 跟这夏龙溪一家老小呢 送往这京城 我想来想去呢 这融线铺子是吧 也没人看 倒好呢 让这个吴二舅啊 过来替他打点两日 你看这事 行不行啊 这月娘说 行不行的 行不行的 你说了算 我还能管得了你 对吧 万一要是我说行 别人又该说了 说我照顾自己家兄弟啊 去帮你干活 从中什么又赚钱 这个那的 我才不管呢 你愿意咋咋地 西门庆听到这儿嘛 也不值声了 转身呢 是派着齐同 说你啊 现在就去 请你二舅过来 那咱说不一时呢 这吴二舅 也就来了 到这前厅之上呢 陪着西门庆啊 俩人呢 在那又吃了会儿酒 唠了会儿磕 也把这钥匙就交给了这吴二舅 跟他说呢 说改名啊 你从这来招 是吧 这个早早的呢 往这狮子铺 狮子街就去开这店铺去就行了 那咱说放下这些布表 却说这温秀才 一看这话筒呢 是一宿没回来啊 这心里边呢 一是精冲上脑 他憋得慌 但是另一点我们也说啊 文秀才 你好在是个文人嘛 这个文人啊 他这个脑子当中 他也会去算计嘛 也会去计较啊 也预感到呢 就有些东西 嗯 不太好 好像这里边要出事 为啥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西门庆也是有这 这个练鸾铜的这种癖好的嘛 所以说这种事呢 西门庆的内心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那实在不行呢 西门庆啊 这个也会以礼相待的 跟这个文秀才说 说那你就别搞话筒了啊 他这个接着来伺候你 所以说这个事呢 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 这个一宿没回来 这文秀才就知道了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一定知道了一些什么别的事啊 所以说他担心的对不对呢 没问题吗 话筒果然是给他全抖出来了 咱说来到第二天呢 这平安啊 是过来 就跟着文秀他说 说家里边呢 这西门老爹 也跟着文师傅说啊 说这个 这一早一晚啊 要进一大批货 到时候呢 货没地方放 要在您这房子里堆 堆呢 就是说堆满了 或者说怎么样的 这您就别管了 西门爹也说了 您啊 这个到哪啊 这个有房子 您去再找一房子吧 这块呢 住不下您了 这文秀在听了之后啊 那叫大惊失色呀 因为长久的这饭票没了嘛 没人以后养他 给他开响了啊 就知道 这话筒肯定是把什么话 给说出去了 于是呢 这边啊 也是重新穿了衣襟啊 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呢 这个出门 那就要找这西门大官人 去跟他唠车啊 要跟他去交流交流这个事 那结果呢 这来到门首 这问平安嘛 说这个大官人啊 在哪啊 平安说 这俺爹已经往衙门里去了 还没回来呢 没在家 上班去了 这一直温秀才就在那门口啊 扒着门缝瞅 瞅着西门庆进了家门 这温秀才才是重新啊 这个戴着轻衣小帽 又过来来伺候人 而且呢 这边也是写了一篇长长的剪子 准备递交给西门庆 那这头呢 也递与秦童 那咱说 知道平安不接嘛 这秦童也不敢接 秦童说啥呀 说俺爹 这才从衙门里回来嘛 对吧 很累 很辛苦 后边呢 也是歇息去了 你像我们这些下人 我们不敢打扰 我们不敢禀报 啊 这个您觉得行 要不您这个去去 再想别的办法吧 小的我实在是万难从命 这温秀才啊 这一看就知道了嘛 西门庆这很明显 是特意疏远他 就不准备再见他了 于是呢 也是一路找到这倪秀才家 去跟这倪秀才来商量 那咱说呢 这一家老小 也是搬回旧处 又重新回到自己 那破房破户去住去了 你看 有时候这个从中传小话嘛 或者说做这个坏人 夏龙溪给你多少好处 我们不知道 但是实实在在的 在西门庆这的好处 你就拿不到了 那我们讲啊 温秀才从中 其实也是做过选择的 他当时呢 是准备这个脚踩两只船 啊 这个两头呢 都能转一点 都能捞一点 但是我们说 你这个事别东窗事发行 对吧 你有本事 你瞒一辈子 但是一旦东窗事发 那你一定要倒霉的嘛 就像说站队 你必须站一只 你踩到两边 两头人都瞧不起你啊 那咱说呢 话说这温秀才 一看见这西门庆 见不着 对吧 也自知里亏 是一家老小呢 返回旧处 咱们不提 单说这西门庆 也是把那个 他玩原来这个 温秀才住的地方嘛 就变成了 这新的一个这个书院啊 也变成了这会客厅 这些呢 都不在话下 我们也不表 单说这一日呢 这上举人啊 来过来 到西门庆这 也是来拜祠嘛 对吧 准备要上京 去会试的 就问这西门庆啊 说这个能不能借点东西啊 借个这个大皮箱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啊 这个 这里边有点东西 因为我们说 他借这东西是啥呀 他要进京去送礼嘛 我们讲啊 西门庆放官吏带银子的 对吧 你放这官吏带银子 好多人做官之前 他没有本钱嘛 所以说他得先找西门庆来借 那西门庆这头呢 也是陪他坐着啊 这个落尔科啊 在这又喝了茶 各种各样的东西 就说起这乔大户 以及这云历手 说啥呢 说这两位舍亲啊 一个呢 是受了这义官 另一个呢 是受了啊 祖上传下来的这个组织 现在呢 也都见任这管事啊 也是这个管事的了嘛 现在呢 也是欲求 就要两篇这轴纹去奉合 不知道老先生您那儿啊 有没有谁能帮这个学生 写这么一份轴纹呢 学生我这块啊 给您送礼送钱 这都没问题啊 咱这个市场经济 我花钱去买 这上举人听到这儿 哎呀 小时候的说 说你看看 西门兄弟 你这事 你太客气了 和我见什么外吗 谈什么礼不礼的 学生我啊 有一同窗 叫做聂两胡 现在呢 也是在这个武库一夜啊 现在是给我的儿子 作为这个老师嘛 这个家教 私塾的先生 本事可大了 那家伙能文能武的 特别棒 学生我跟他说一声就是了 是吧 老汪你那头呢 这个西门甸你那头啊 就是随便啊 你这个派人去拿两个这个轴子过来啊 我们就在你这个轴子上 给你把这东西写好就行了 那咱说西门庆呢 也是联盟啊 各种各样的感激 感谢 咱说呢 喝了茶准备起身的时候啊 这西门庆也是随手封了这两方手帕 以其呢 这五钱的白金 拆秦童送这轴子 以及他要借的这些什么沾衫啊 皮箱啊等等这些 到这上举人处 咱说过了没两天呢 这西门庆要的这轴纹 就被上举人家里边啊 也是给写好了 写成轴纹 拆人送了过来 西门庆呢 也是挂在这个墙壁之上啊 一看哎呀 心中大喜 说写的好 哎呀 你看这个有文化 是吧 写的漂亮 之间这应伯爵呢 也是来问了 说这乔大户语 应二哥的事 是吧 您这头这啥时候办啊 对吧 这个轴纹呢 你做没做呀 这温老先生 怎么这么多天 我都没看着啊 跑哪去了 什么情况啊 西门庆说呢 说哎呀 你还提什么温老先生 那就是一个啊 这个狼心狗肺的祸 对吧 他就不是个人 你以后当我面 你别再提他了 于是这般如此如此 这般的 就把前因后果 给这应伯爵 从头到尾 说了一遍 应伯爵听完 你看 这个拍马屁的劲 又来了 对吧 跟西门庆说呀 哥呀 你看看 我早就跟你说过 此人呢 这个言过其时 啊 这个徒有其表 没什么本事 幸亏啊 咱是发现的早 要不然 让这么一所谓的教书先生 把咱一家的人都教坏了 这事就严重了 对吧 就又问他 说那这个 二公这贺州啊 这是这个谁写的呀 你看这写的还挺漂亮 既然不是这温秀才嘛 新闻青说 昨天啊 这个上小堂过来来拜我 说他有一朋友呢 这个叫聂两胡 也是比较啊 这个善于辞走 对吧 于是呢 我这头也是求着聂两胡 给写了这东西啊 你瞅瞅 是不是不错 对吧 那应伯爵呢 看了之后 继续的在这夸奖嘛 说好 你看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对吧 你这温屁股 温秀才跑了呢 这个现在 咱又来个新人 聂两胡嘛 你看这个水平就很高 要不然以后 这上举人进京 咱把那聂两胡挖过来 你看这事怎么样 这人情呢 咱也都全了 哥 你要不然 这个早早的 把这东西 也给人家送过去嘛 把这些礼物呢 也都给人家预备上 西门青就说 行啊 这明天啊 咱就是一个好日子 一个好日期啊 早早的呢 咱也这个差人 就给他送过去 就完了 对吧 那咱说 正在这说话之间呢 突然啊 这个 有人来报 说夏老爹 那头也来拜祠来了 说这初六日呢 就准备起身了 小的呢 这个 这个回了 说这个西门爹不在啊 他说 就要对这何老爹呢 也说一声 说啥呢 我走了吗 房子给你倒出来了 让何老爹那头 也派人到房子 去把守 去看管去 这西门青啊 这个 看见这帖 上面写着啥呢 说这个 银家晚生啊 夏成恩 也是顿首拜 啊 谢祠 等等这些啊 那西门青说 说你看 这连上举人 还有他家 那我看咱们得准备 两份礼物了吗 到时候 咱得一起去送过去 之后呢 就吩咐这秦童啊 说连王 把这东西呢 啊 东西都买好 是吧 也置备上这个礼物 让这姐夫 陈经济 把这东西也封了 写个帖子 全都送过去 那咱说啊 究竟后文故事如何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